春旺 公元757年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长安城被洗劫一空 唐玄宗皇帝 匆匆忙忙的跑到四川避难去了 其他老百姓呢 也跟着皇帝逃跑了 深渡府当然也在其中 可他实在是太倒霉了 逃亡到一半 却被叛军给捉住 又给带回长安城了 幸好那些草包叛军们 看管不严 所以杜甫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就偷偷地又越狱出来了 杜甫满心期待地溜出来以后 看到的却是满眼的废墟 只能挥泪 写诗来抒发自己痛苦的心情了 诗提名为春旺 这里的旺可不是东张西旺的意思 而是感想 首先让杜甫感慨万千的 就是国破山河在了 国都已经被攻破了 而没心没肺的远山 依旧穿着郁郁清清的盛装 河流也继续哼着 叮叮咚咚咚的小曲儿 对比大自然的完好 和国都的残破 杜甫的心只能更加难过了 紧接着 杜甫又往近处一看 哎 成春草木深啊 长安城的街道 原先每天车来人往 现在没有行人来了 野草都快长得和人一样高了 善良的小花儿小草 想安慰安慰杜甫 是帮了道吗 让他赶拾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了 杜甫正在感叹着战争的时局呢 突然闻到了花香 伤心的眼泪都溅到了花瓣上 正痛恨自己与家人分别呢 突然听到鸟叫 吓得把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这种时候 哪有心情欣赏鸟语花香啊 杜甫只想关心自己的妻子儿女 是否都还健康地活着 可现在正是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斤的时候 战火已经燃烧了三个多月了 现在如果收到一封 从家里寄来的书信 那真是比一万两黄金还珍贵 可惜我们的杜甫 一只手没有得到书信 另一只手也没有得到黄金 空空的两只手 要用来干嘛呢 只能用来挠头了 啊停 不能再挠了 再挠就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瞻了 短在这里是减少的意思 魂欲则是减值就要 不胜呢 是没有办法的意思 年仅四十六岁 杜甫已经是满头白发 而且头发还越挠越少 简直就要没法用簪子扎起来了 所以啊远方的家书 你就赶快飞来吧 带来家乡妻子儿女的消息吧 再不然杜甫可叫变成一个 狼的大光头了 年轻时的杜甫曾经每天骑着马儿到处游玩 写的诗也都轻快豪迈 到了中年 遇到战乱 他的诗才变得深沉忧郁起来 这首《春望》描绘的就是国家残破后苍凉的场面 茂盛的草木 鲜艳的花朵 莺莺的鸟鸣 这些看似美丽的场景 没有一个不浸透着诗人的眼泪 让人毒了 也要陪着诗人一起流泪 多么真挚感人的一首诗啊 古人说国家不幸 诗家幸 正是忍受着战争的伤痛 杜甫才真正成为人民的歌手 道出人民的苦难 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诗圣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赶时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簪